欢迎回来接着带您来看 像是联邦众议院的议长裴洛西访台之前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跟美国总统拜登通话的时候 就有传达北京无意要开战 现在不适合爆发全面危机的这个讯息 七月二十八号拜习电话热线的时候 拜登就有跟习近平解释 美国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 而且也提醒了习近平前联邦众议院的议长金瑞契 在二十五年前就已经访问过台湾了 习近平方面虽然警告拜登 佩洛西访台会产生后果 但是他也是中方无意跟美国开战 双方需要维护和平跟安全 现在不是全面爆发危机的时刻 而习近平我们来看 他在政治方面在意的是 是中国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要维持稳定 不过现在中国的行为已经让美中的关系变得很紧张了 像美国联邦安全的忧虑就已经加深 现在习近平的当务之急就是要稳定下来 北京至今表现的算是蛮克制的 但是这只是短期的策略而已 目的是防止中美关系的失控 而亚洲跟欧洲有很多的国家也担心 北京在佩洛西访台之后的作为 可能会更直接对台湾施压新的阶段的开端 而在军事方面我们带您来看到 美国国安专家就说 北京的交土政策让非战争的选项变得越来越少 习近平现在就是一直在关闭可靠的外交途径 有可能会摧毁和平解决的道路 而在经济方面又是怎么看呢 对照大规模的军演 其实中国大陆对于台湾的经济制裁力道不算太大 美国的政经专家就说 两岸的经济是高度互相依赖的 加上中国经济正面临困境 北京也会很担心大动作的制裁 可能会造成两败俱伤 像中国日前就发表了 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的白皮书 那里面就再次强调 不会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 但是武统真的是一个好的解决策略吗 印度一名战略分析专家就认为 中国对台湾动武并不符合成本的效益 据说来说如果是用飞弹来攻击 那台湾也有飞弹 也有能力可以回击中国东岸 而东边正是中国经济的重症 一旦遭到破坏 经济的成长就会大幅的受挫 此外美国将对中国进行经济的制裁 包括冻结 中国在美国的国债投资 或者是美国的海军也可能进驻到战区 日本更可能会修改和平的宪法 而且会进入军事紧急的状态 那西方国家就有可能会抛弃一个中国的策略 而且承认台湾 那像是东南亚各国也会被迫选边站 中国是否值得为了一座台湾小小的宝岛 为了满足习近平的虚荣心 而承受这样的后果是值得思考的 那我们再来带您看到 像中国10号就有宣布 结束在台湾周围的大规模军演 那路透独家报道 军演就迫使拜登政府在思考 要不要搁置取消部分中国进口商品关税的想法 其实川普在2018年的时候 针对价值3700亿美元 有上千件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关税 虽然在他任内已经批准了超过2200项 针对关税的豁免 但是相关的测试 在拜登去年1月就任的时候就已经到齐了 而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到目前为止 只恢复了352项的豁免项目 而岩调机构则说 从中国进口民生用品的关税来观察 其实对于消费者物价指数 也就是CPI年增率 只会降低0.3个百分点 那根据美国劳工部10号公布 7月CPI是年增8.5% 虽然低于6月创下40年来新高的9.1% 但对于减低中国部分进口商品关税的帮助 并不太大 那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就说 佩洛西访台之后 中美的关系变得特别的复杂 增加美方消减对于中国关税的难度 同时他们要发起新的301调查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就讲到 美国需要采取一种全面性 而且务实的新方法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汪文斌更是强调 当前台海的局势这么紧张 美国方面应该立即纠正自己的错误 不要指望中国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来做交易 战斗机滑行升空 解放军连日在台湾周围举行大规模军演 摆明就是要威和台湾 同时发布一连串影片 借此大秀军事肌肉 解放军东部战区才宣称成功完成各项任务 现在又传出军演消息 江苏连云港海事局日前发布航行警告 从昨天起到本周六 每天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 在环海南部海域进行实弹射击 禁止尸入 中国大阵仗军事行动 让外界忧心台海是否弥漫着烟消位 民意不可为 玩火必自焚 希望美方看清楚这一点 全在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 佩洛西访台前夕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句玩火必自焚 警告美方不要打台湾牌 美中战火看似一触即发 实际上却是 华尔街日报以习近平无意引爆危机为标题 指出习近平当初在热线中 其实向美国总统拜登透露 北京无意开战的讯息 因为佩洛西访台虽然会助长台独势力 但中国二十大即将举行 习近平承受不起更大变数 看到老朋友我感到很高兴 当前啊 中美发展都处在关键阶段 人类是一个地球村 我们面临着诸多的挑战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和联合国安理会的 常人理事国 应该加强沟通和合作 其实习近平过去在公开场合都尽说好话 私下却放任战狼持续叫嚣 大玩两手策略 非常丑陋的政治闹剧 此外印度一名战略分析专家认为 中国对台湾动武并不符合成本效益 提升军事侵略主义 对寻求第三度连任的习近平不见得有好处 而美国政经专家马克指出 两岸经济高度相互依赖 加上中国正面临困境 北京担忧若紧张局势持续升高 两国经济都将遭逢巨大损失 党的二十大将于今年下半年在北京召开 这是我们党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时刻 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代表大会 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毕竟二十大前夕 中国最需要的就是稳定 不过连日的围台军演还是带来负面效应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独家证实 中国的大规模军演 迫使美国政府官员思考 是否把取消对中加征关税仪式先行搁置 而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也指出 未来在对中经贸领域上 将采取全面务实的新做法 尤其针对不公平经贸行为 这是否意味着拜登真的会重新评估对中关税 毕竟中国只是想用军演恫吓台湾 甚至无意升高紧张局势 如今带来的效应还在持续发酵 这些恐怕已经不是习近平所乐见的局面 三立新闻夜流报道 中国动作频频也让欧洲觉醒了 要断开跟中国的连结 波罗的海三小国切开和中国的经济纽带 借立陶宛去年五月宣布退出中国 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之后 现在包含了拉脱维亚 还有爱沙尼亚两国也相继宣布要退出了 到目前为止波罗的海三小国 已经全部都退出了这个由中国主导的合作机制 让原本从17加1现在只剩下14加1 现在更传出下一个很有可能就是捷克 而捷克欧洲事务部长贝克在专访中也说到 中国不是可靠的伙伴 在经济上面台湾是重要许多 为了因应中俄结盟 欧盟有必要扩大跟西方国家的合作 那带您来看到像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 这个组织是2012年4月正式成立的 隔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推出一带一路 那从去年的峰会上面 北京政府跟中东欧国家就进一步加强经贸合作 他们说中国会承诺从现在开始的五年之内 中东欧各国会进口总价值 有1700亿美元以上的商品 不过这么多年来 中国并没有像他们承诺一样积极的促进投资 也让他们的希望破灭了 那不只是欧洲 我们再来看到以色列 像是以色列的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奈格尔 昨天跟保卫民主国家基金会的执行长 杜伯维兹在当地媒体共同发表了评论 以色列应该要跟美国同一阵线梳理中国 怎么说呢 他们认为应该要重新评估跟台湾的关系 其实这个奈格尔大有来头 他在以色列国防军还有国防部和总理办公室 都有超过40年的经历 而且以色列国家委员会主席和前任总理的国安顾问 另外一名共同的作者 杜伯维兹除了是关注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的智库执行长之外 也是伊朗和计划和全球威胁组织网络方面的专家 他本身有在中国还有印太地区工作过的背景 那这两位专家就说 以色列应该对中国跟伊朗之间不断发展的密切关系 要有所警惕 因为中国计划未来25年内会向伊朗 挥注4000亿美元的资金用来做什么呢 就是要换取伊朗石油大幅的折扣 还有更深入的军事合作 而且这会帮助以色列头号敌人 也就是伊朗 加强他们的国防工业 获得先进的中国武器 并且支持核子和弹道的飞弹计划 那另外中国是以色列最大的贸易伙伴 以及最大的外资来源国 中国曾承揽了很多重要的基础建设 纳入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当中 同时北京投资以色列的高科技 有助于以色列像是人工智慧 超音速科技 运算自动驾驶机器人 等等方面的发展能力 因此他们也提到 有这么密切的合作之下 要跟北京脱钩 对于以色列来说 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过即使是很痛苦 仍然要重新评估 这些合作关系 要尽早断开连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去年才大张旗鼓 找东欧国家开会 想用大量进口拉拢人心 随后立陶宛就在去年退出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 现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两国 也相继脱离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成功密码 就是共商共建 合作共赢 不搞排他的小圈子 双方合作的内涵 已远远超出双边关系合作的范畴 我们要看得更深更远 全方位发展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 为地区稳定与发展 持续重入正能量 波罗地海三国全部退出后 现在只有14个中东欧国家 参与这个由北京主导的机制 恐怕让中国面子挂不住 17面东欧国家国旗 加上中国的五星旗 象征双方紧密的合作关系 有事商量办 其实这就是我们九年来的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实践 比如说一项合作 我们都是拿出来大家商量 这个建议是不是符合所有18国的切身利益 我们做了以后 对各国能会带来哪些疑处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创立于2012年 爱沙尼亚 拉脱威亚和立陶宛都在当年加入 2019年希腊加入后 一度扩张到17加1的规模 但欧盟中的西欧大国 指控中国透过这项机制 试图分化欧盟 立陶宛去年5月开出第一枪 率先退出合作机制 之后更做了这件事彻底惹怒北京 台湾和立陶宛互设代表处 引发中国强烈不满 也让北京和维尔纽斯陷入紧张氛围 中国因而对立陶宛施压 反而刺激该国 致力于让出口市场多用化 今年前六个月 立陶宛产品对印太区域的出口总额 较去年同期成长约60% 除了经济逆势成长 立陶宛更加强与台湾合作 交通及通讯部政务次长 艾格涅七号率团访问台湾 让中方气得跳脚 立陶宛政府承诺 不与台湾建立官方关系 和进行官方往来 但立方一再违背承诺 是赤裸裸的背心器矣 对于立方有关人员 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恶劣挑衅 中方将坚决回击 中国战狼以一贯的口吻 恼喝他国 这不止让波罗的海三国看破手脚 现在连这个国家也表示 应该与美国同一阵线 疏离中国 新冠疫情期间 以色列驻中国大使馆 特别制作影片 感谢中国的抗议付出 如今以色列 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奈格尔 与保卫民主国家基金会执行长 共同发表评论表示 以色列虽然不能在本次 美中台的恶化局势中发挥直接作用 但耶路撒冷应该发出明确讯息 表明以色列毫无疑虑地 与美国站在一起 同时认为 这也是重新评估 以色列与台湾关系的最佳时机 可见本次的台海危机 让各国都重新思考对中关系 进而再次评估过去的外交政策 恐怕会掀起一波骨牌效应 三立新闻夜里委报导